同仁 尚吴豪 我看今天我们昨天很辛苦 因为昨天最后一个发言的 因为我来了几个人来找我 后面离开了一下 昨天大家很辛苦 今天的精神状态我看很好 我们给自己来一次掌声好吗 这个我们第17期 经典教师骨盖教师培训班 我每一次开会讲了一个概念 我们经典骨盖教师 骨盖教师是什么 是其支撑作用的 其带头作用的 其领导作用的 是吧 主干 骨盖 支撑的 所以我们 我们是来参加这一次培训的 都是作为全国 沃海内外 经典教育 中华学同文化教育推广的 带头人 去领导人 去支撑作用的 所以我们大家 所以学习很辛苦 我们文主席讲了一个概念 辛苦才有幸福 辛苦就有幸福 不辛苦就没幸福 是吧 所以我们大家学习 所以原来我们这个课证应该安排是一个礼拜的 后面大家就讲很忙 所以我们压缩证三天 实际这三天 明天要去考察 是吧 所以真正要违信啊 这只是一个开头 等一下我就马上给大家讲大学了 是吧 你看学一部大学我们原则上要听完三个月 是吧 论语听完要一年 你起码学一年论语你再去讲论语 是吧 最低一年 我们论语讲两年 是吧 别讲别做那就有效果 所以我们大家只是 就是来把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要求 大家来研讨 大家来研讨 我们在座的很多搞经理教育 已经很有经验了 所以我们叫做研讨 研修是吧 研修大家交流 我们这些老师呢叫做抛追隐喻 你们喻还在做在下面 是吧 我们只是隐喻 我们十七期 古干教师 我们讲的一个干业叫做黄埔 经典黄埔军校 我们是黄埔十七期的学员 是吧 大家为我们黄埔十七期学员 所以我们温主席由着黄埔十七期学员的名誉巴掌 我们张部长是十七期的巴掌 林老师是我们十七期的学习委员 还有我们的生活委员 刘小长 我们今天还要学不一个文语委员 要不学一个文语委员 因为9号晚上要进行联皇晚会 这个节目要排得要非常有水平 要文语委员来切头 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活动搞好 十七期 这个班长是终身的班长 不退休的 不美智的 好啊 好 下面我就继续向大家汇报 我前面的一个第一讲 经典教育的一个师资的一个基本掌握的六讲 今天呢我讲五讲 后面一讲是留到最后一天下午 再和大家讲 就是大家提出来的经典教育 制读经典 怎么和品德行为规范结合起来 我们昨天我们校长 山西的校长 老校长提得很好 我们这十几年来 既研究经典怎么读 怎么教 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 重点的研究 经典教育学生的行为习惯 我们提出一个概念 叫高尚人格 怎样不一样 学生的十大高尚人格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我认为 所以学校重点现在抓两项 除了国家规定的课程以外 抓五大经典 抓十大行为习惯训练 抓十大高尚人格 塑造 所以十大行为习惯我 十大高尚人格我留到最后下午 最后一天下午再向大家报告 下面我就接到昨天的讲的 那么中国全统文化 中华全统文化 经典教育的理论依据 我们去推广啊 你要想各位教育局长 校长 家长 社会的人说 我们搞这个经典教育 人家问你 你是不是瞎搞的啊 小朋友读这些东西 可不可以读啊 读了有什么好处啊 什么坏处啊 好处我讲了 家长他认为有很多坏处 他说我们都不能读 小朋友能够读吗 谁还说小朋友能够读啊 我们在座的好多园子 说你怎么说服家长 说服社会上的 不懂经典教育的人 我就给你找了理论根据 我是专门研究教育的 华中师大 专门研究这个 我当师范校长 专门研究小学教育 我的决业就是学这个东西 专门学教育学心理学 我教了18年心理学 教育学学校管理 是吧 那么有没有理论一句啊 有 全世界 全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讲的 读经典 我王爵可以 并且读了好得不得了 你看他们研究的成果 第一个是著名儿童心理学家 读智协 读智协 原来是学教育的 特别学学铁教育 学幼儿教育的 学小学教育的 如果不知道读智协 对你这个老师 对你这个老师 不及格 连朱智协 何其人也都不知道 肯定没学心理学 没学儿童心理学 没学儿童教育学 朱智协 本师大的 著名的博士老师 我们刚解放的 中国第一位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 我们读大学 读研究生课程 就是学他的 儿童心理学就是他的 他就是代表中国儿童心理学的权威 国家领导人对他 敬重的不得了 全世界公共